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有一家民意調查機構叫做皮柔研究中心 他們每一年就會在14個發達國家裏面調查一下 究竟當地民眾對中國印象是怎樣的 在今天他們就發表了今年的最新一份調查結果 發現到原來在這14個國家當中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就升到有史以來的新高 而且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在處理武肺疫情方面手法非常撤裂 而針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調查當中 在14個國家裏頭有七成八的受訪民眾都說 對中共處理國際事務是缺乏信心或者沒有信心的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這14個發達國家裏頭 到底有哪些國家是對中國印象最負面的呢? 排行第一的是日本 日本有八成六的民眾都說對你負面 只有百分之九的民眾是印象正面的 即是不足一成 那個比例是非常之懸殊 其實這個調查結果都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 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一流都是不好的 在過去十八年的調查當中 日本在對中國印象負面排行榜當中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其次的就是日本和中國在釣魚台 日本稱之為尖角列島那裡 有主權爭議 第三就是中國的旅客 對日本一直都留著一個很壞的印象 走到別人的地方 吵冤吧斃、烏煙瘴氣、財大氣粗 根本上越多中國旅客去到日本 只會令日本對中國的印象沒有改善 這個懸殊的比例是可以理解的 緊隨其後的第二位就是瑞典 有八成半的人都說對你中國印象差 第三就是澳洲 澳洲就特別了 有八成一的人說對中國反感 而且是比去年升了兩成四 是在這麼多國家裡面升幅最多的 我相信中國駐澳洲大使在這方面都居公自衛 說話就相當不客氣 而且中國近來又說要對澳洲的小麥怎樣加徵關稅 然後又說要抵制澳洲的牛肉 你最好不要吃 澳洲的雪花肥牛 聽說很棒的 拿來打火鍋 大陸不吃就對了 大陸一不吃的東西就不會炒貴了 大陸不吃就留給香港人吃 最好不要吃 好了 澳洲方面就是八成一的人 然後排第四就是韓國有七成半 第五就是英國都有七成四 實情在這十四個國家當中 對中國印象最不負面的人 就已經是意大利 但是也有六成二人說是負面的 就是說在這十四個發達國家當中 至少也有一半的人口是不妥當中國的 已經是說完了 好了 至於在這個調查裡面就發現得到 原來越年長的人對中國印象就是越差 這可能跟越年長的人 由於他們的人生月曆更加豐富 而且視野更加廣闊 看清楚中國的東西 所以就有這樣的印象 相反地 年輕人可能根本上都很少接觸這方面的資訊 或者都未曾看清楚 所以他們的負面印象就沒有那麼深 至於說到教育程度或者是性別 那就沒有什麼大影響 無論什麼教育水平也好 或者是男是女也好 反正對於中國的負面印象都是差不多 現在看起來就好像 很多國家對於中國的印象都相當負面 但是往往在國際舞台上 中國就能夠俘虜到很多發展中國家 乃至是落後國家的心 就好像跟這個調查報告有出入 其實就沒有出入 因為那些國家 比如說昨天這樣思算 在聯合國大會那裡 巴基斯坦就代表55個國家去支持中國 就說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然後古巴又代表40多個國家去支持 中國在新疆所實施的舉措等等 看來中國好像有很多朋友 但是這些國家對華友善究竟是出於真心 還是出於利益出於大撒幣呢 大家都心中有數 比如說中國對非洲人究竟是否真的 想像之中那麼友善呢 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在廣州這樣才算 在這個武肺爆發初期的時候 有些非洲人回到大陸那裡 有些人在廣州住的 但是他們是遭到什麼的待遇呢 完全是不人道的 又趕別人在街上 待會又沒收別人的護照 諸如此類 然後很多廣州的業主就說不租房給非洲人 搞到很多非洲人就游離浪蕩 後來尼日利亞還傳召 只是中國駐當地的大使衛問清楚他 所以其實那些非洲國家自己都心知肚明 究竟中國的民眾是怎樣來對待非洲人 非洲人去到異鄉 沒得好說 遭到這樣的待遇 但是就算中國人去到非洲 都是一副暴發湖的模樣 對別人是相當侮辱性的 結果就招致到某些非洲國家的排華 蕭華人的工廠 大家有印象在今年發生的 年初的時候 所以這些非洲國家為何會這麼支持中國 在聯大那裡 如果不是為了利益 是為了什麼呢 對不對 另外的就是 這些國家往往只有政府的領導人受益 比如說這個馬爾代夫施選 在2018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政黨輪替 上一屆的政府就非常親中 今屆的政府就叫停了一帶一路的項目 說怕著墮入債務陷阱的樹 因為他們看到鄰國的斯里蘭卡 正正就是糟糕了 連港口都說要租借給人很多年 所以他們說不肯 實際上也說 民眾就不會體會得到 中國對這些國家大撒幣的影響 因為主要受益的都是領導人 基層民眾根本分不到大撒幣的成果 所以往往在這些國家出現了政黨輪替之後 就會不認數 就算你說馬來西亞也是這樣 本身那個納吉總理就說 要在馬來西亞起高鐵 和中國合作 現在 就是之前那個總理 95歲高齡上台那位 敦馬 馬哈蒂爾 立刻就說不起 對不對 這些就真是人老精鬼老靈 敦馬所謂的就是國家利益 立刻為的就是個人利益 所以有些國家為何會這麼支持中國呢 你說不是為了利益 是為了什麼呢 還有一堆 之前中國和台灣猜幫交國 中國就要叫台灣長腳 於是出動到銀彈策略 雖然有很多國家 後來和台灣斷交之後 和中共建交了 就發現得到 原來中國當初托塔答應你那些事情 後來有些是不對現的 在那裡投訴 就不能投訴的 這些是你自己拿來蠻 笨的 所以 中國好像在世界上 很多朋友一樣 一會兒又說到 和哪個國家有鋼鐵般的友誼 一會兒又說和哪一個友誼 萬古長青 到底這個是真實 還是假象呢 胡錫進看到這件事之後 在今晚又寫了一篇長文去回應別人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老虎想無奈地說 他們對中國的看法負面就負面 中國對美澳等西方國家的看法 肯定也比他們過去更加負面 這就是美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極端做法 不斷分裂世界的結果 這也是美國政府的責任 原來 這麼多的發達國家對中國負面 都是美國一手造成的 原來這樣 哈哈哈哈 接著老虎就開始問問題了 他說 中國做錯了什麼呢 我們發動了戰爭嗎 中國干涉了任何國家的內政嗎 都沒有 中國一直都很誠實 努力地自我發展 和世界友好相處 但是西方政治和輿論的精英 製造了攻擊中國的種種桌頭 不斷獨化西方公眾對中國的認識 真是想問問老虎 什麼叫千人計劃呢 哈哈哈哈 這麼誠實 這麼努力發展 為什麼會被美國指控 駐猴斯頓領事館 說有一群人 在這裡 好像想蝕取 不知道什麼 那你老虎 不如解答一下 又作出來 肯定說別人 是不是 至於你說 為什麼中國 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不如你問一下 中國人 在世界上做了什麼 更好 所到之處 就肯定出事 只是說 這個 海洋生物 一直玩這個 拖網捕魚 玩玩一下 魚鑊開始跌 就玩這個 爆破捕魚 總之炸到 那些魚苗都死了 總之 有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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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豐富過魚鑊 接著怎麼樣 無以為計 接著就不想 在陸地又怎麼樣 總之 背脊向天的生物 全部都可以拿來吃 越稀有的 就買得越貴越好 為什麼 不是因為它真的這麼好吃 而是因為 吃那個人有面子 就是這麼缺德 就是這麼賤格 吃到有些物種 根本上 就絕種為止 那就最好了 你還問別人 中國做錯了什麼 只是這些東西都已經有問題 是不是 我當你那隻武肺 真的自然產生 都是你那些人吃出來 是不是 你說不是 就去問問袁國勇教授 好了 接著他就說 新疆和香港的事情 都是很典型的 那些地方局勢明顯失控 哇 香港怎麼失控 你說警察的行動 還是警察的情緒失控 他就說 香港的運行出現了困難 中國就被迫採取措施 恢復秩序 但是就被人扣上 侵犯人權 甚至乎是種族滅絕的 極端母子 沒有東西可以談的了 這些不是什麼價值分裂 而是赤裸裸地看著中國社會 遭殃 不允許中國以實際有效的方式 解決問題 原來你做這些東西出來 就是為了解決問題 似乎你解不解決得到 還是製造了更多問題出來 接著他就說到 有得西方輿論去 那些西方精英看不慣 有得他看不慣 我們完全有權利 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中國人民的幸福 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目標 什麼是我們的幸福 我們自己說了算 真厲害了 胡錫進 什麼是幸福自己說了算 似乎有些人說了兩句 又要拘捕又要鎖 行不行 說不說得 什麼是自己的幸福說了算 會不會說他沉印之事 唉 真是 你想想那個吹哨人怎麼出現 李文亮醫生在內部群組裡說多一句 馬上就被人抓了 是不是 抓他審訊 抓他這個派出所那裏 什麼是自己的幸福自己說了算 私底下說這些不合聽 都出事 好了 接著他最後說到什麼呢 他說中國將會繼續前進 大多數西方國家 也不得不和中國繼續做生意 西方的精英們能夠誤導他們的社會輿論 但是就內中國不合 其實他就自己揭了一張底牌出來 為什麼中國可以完全不理你們的負面印象 負面看法呢 正正就是這個生意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利益這兩個字 就是胡錫進告訴大家 他就是看死你有一些西方國家 為了這個經貿利益 為了繼續和中國做生意 為了繼續賺錢 就算中國怎樣也好 你話知道你那些民眾怎樣負面印象也好 都要被迫 要妥協的了 這就是正正應驗了昨天蓬佩奧所說的事情 他就說如果有些國家 他習慣了這樣對中國屈膝的話 他就會發現 在往後不得不頻繁地向中國屈膝 現在胡錫進就是告訴你 正正是這種態度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